清晨 阳光照进充满异国风情的奇特房间里 一系列复杂的机关启动了闹钟 两个相铺玩具不停拍打富兰克的脸 富兰克伸手拨开相铺 说要再睡三分钟 结果一个手持长刀的武士人偶向他砍来 还喊着格杀勿论 好在富兰克躲得及时 起床后的富兰克第一反应是我在哪 因为他最近新增了太多的安全物 已经忘了身在何处 就这样 富兰克打着哈欠开始洗漱 刚刚的装置是他设计的绝对坏型机器人这一行 富兰克觉得这个装置 竟然有很大的改良空间 毕竟刚刚差点就场面不行了 洗漱完后 富兰克对着镜子感叹 今天也是摔爆了的一天 随后播放起了政府禁止的音乐 并开始了今天的发明创造时间 在他看来 现在的时光是最幸福的 不一会儿 富兰克便完成了能让工作效率提高好几倍的 超强机械臂牵手先生 然而 就在他得意的时候 牵手先生突然爆炸 对此 富兰克只是微微一笑 感慨人生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 发明时间结束 富兰克该去工作了 他一如既往的经营着自己的小店 与街坊邻里打招呼 对美女顾客提出约会请求 并遭到拒绝 除了招待普通平民之外 富兰克还有一些特别顾客 比如叶维 看到叶维的富兰克 胡奈的叹了生气 吐槽又是你啊 叶维则直接切入正题 让富兰克伪造波特姆理工大学的通行证 还威胁说一周以内必须准备好 不然就将富兰克丢进监狱 听闻此言 富兰克瞬间插毛 强调自己是自由公民 不是西国对东科的跑腿小弟 就在此时 电话响起 是谎昏打来的 让富兰克帮忙照看阿尼亚和邦德 富兰克再次强调自己不是跑腿小弟 但不一会儿便出现在了富兰家 化身蓬蓬头大魔王与阿尼亚进行正邪大战 尽管蓬蓬头看起来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 但他心里却在对自己强调 这都是为了钱 要忍耐 拿到了报酬后 弗兰克立刻跑去赌马 结果毫不意外赎了个金光 他嘴上说着 这个月只能靠意大利素面过活了 还是认真工作吧 但身体却又跑到马票窗口排队 说了自己的下注后 马票贩子告诉弗兰克 现在没办法搞到那个渠道的情报 显然 刚刚的下注是暗号 这位马票贩子是弗兰克的同伴 他说另一个同伴索江拉奇 前段时间被安保局逮捕了 因此在找到待提他的人之前 都没办法侵入四号门以上的区域 弗兰克吐槽索江拉奇是个糊涂蛋 马票贩子则递给他两张电影票作为补偿 说这东西可以拿来约会 但前提是要有这个机会 气得弗兰克大叫 少瞧不起人了你这个混蛋 让马票贩子等着瞧 马票贩子则笑嘻嘻的说了好几遍 他就让我瞧瞧 与弗兰克挥手告别 离开马场后 弗兰克平静了下来 觉得还是应该把电影票拿去换钱 填饱肚子更先吃 就在此时 一个美女突然对弗兰克打招呼 她是弗兰克的熟人 名叫普利希拉 弗兰克做好被拒绝的准备 问普利希拉要不要和自己一起看电影 却不料普利希拉竟欣然答应 说自己早就想看那部电影 就这样 二人约好下午六点前见面 弗兰克激动的跑回安全屋壁 穿上自己帅气的西装 哼着小曲准备赴约 他已经计划好了 看完电影后一起吃晚餐的地方 那是一家能设账的餐厅 然而 就在弗兰克陷入 与普利希拉约会的幻想的时候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弗兰克对着电话怒吼 老子现在正忙 别来打扰我 电话那边则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 马票贩子受到所叫拉奇事件前连 被当局强行搜查了 听闻此言 弗兰克对着电话发牢骚 让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说自己现在正在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上 接下来是关键时刻 随后挂断了电话 就这样 在做好了一系列准备后 弗兰克捧着花 哼着小曲走在街上 他穿过小巷 爬上楼梯 撬开房门 再经过了几个回廊后 来到了某个房间 里面是三名搜查队的人 和被审讯的马票贩子 抱歉 等很久了吗 弗兰克说完 勇花指向搜查队 下一秒 玫瑰如子弹般弹出 打在搜查队身上后爆出浓烟 不仅熏的眼睛痛 还令人不自觉的打喷嚏 早就戴好房东面具的弗兰克 拽着马票贩子开溜 搜查队则闭着眼睛朝门口乱开墙 剑子刑警 弗兰克戴好自己发明的手套 大喊着不要小瞧我 使出必杀技火箭直拳 结果刚打中敌人 手套变碎的七零八落 弗兰克捂着手腕 大喊好痛 他刚刚仿佛听到了 骨头碎裂的声音 剑子清静 马票贩子质问弗兰克 这是在干什么 明明就说的不行 弗兰克坦言 自己还以为今天能行 结果又被吐槽 你就没行过 剑搜查队仍然穷追不舍 弗兰克从口袋里 掏出一袋珠子踩在地上 追来的搜查队 要么摔倒 要么被捏在地上 这就是弗兰克的科技人数 填脚撒铃 马票贩子问弗兰克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弗兰克则得意的表示 自己用电影票 跌到了普利希拉 问马票贩子 是不是很震惊很意外 很对自己刮目相看 对此 马票贩子的反应是 你特地跑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还问弗兰克 电影时间不是已经过了吗 弗兰克则告诉他 自己先把票给了普利希拉 并对他道了歉 等这点搞定之后 会在晚餐上告白 聊到这里 马票贩子突然发现 楼下全都是搜查队的人 埋怨弗兰克乱插旗 立死亡flag 弗兰克也对支援 来得这么快表示震惊 看到车里有被抓的熟人后 马票贩子推测 搜查队正在附近搜捕 大概是想趁此机会 将情报贩子一网打尽 弗兰克则强称起笑容 说了句正合我意 决定让搜查队 现实一下老鼠的逃跑本事 就这样 弗兰克利用自己的 神奇道具和机关 不仅成功摆脱搜查队的追兵 还救出了很多被抓住的同伴 发现晚餐时间到了后 弗兰克告别马票贩子前去赴约 临走前还告诉他 审情账很贵的 马票贩子也为弗兰克加油 然而 不幸的是 普利希拉并没有给弗兰克告白的机会 晚餐时告诉他 自己因为一个人去看电影很尴尬 就约了心仪的职场后备 结果聊得很起劲 便决定交往了 普利希拉真诚地感谢弗兰克 弗兰克则用生硬的声音拼命打起精神 挤出了恭喜你三个字 与普利希拉告别后 弗兰克孤独地走在街上 他恨这个时代 恨马票贩子 不过转眼一想 便觉得都无所谓了 今天也是美好的一天 遭到几桩欧国自由 还拯救了同伴 甚至当了普利希拉妹子的丘比特 真是精彩的人生啊 开玩笑的 就在弗兰克微笑着自言自语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了枪声 弗兰克回头看去 发现是正在用彩带炮的马票贩子 马票贩子满脸笑容 恭喜弗兰克交到女朋友 但看到弗兰克的表情后 突然意识到了情况不对 于是愧疚地表示 自己只是想祝贺而已 弗兰克则告诉他自己没事 没关系的 在此之后 马票贩子又踏出了两张电影票 两个好兄弟就这样兴致满满地 来到了电影院 一起看了一场浪漫的爱情电影 就这样 美好的一天结束了 爱情电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